我們節目一直很關心 印度的旱災 已經持續各把月了 而且印度的旱災導致很多 印度的那麼多人口 有四分之一沒水喝 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現在用水量 減少情況下 在印度的漢陽那邦 竟然有這個村民一響天開 我們之前村子裡面不是有一口 廢棄五六年的水井嗎 我們去重新挖開來喝喝看 結果有五名村民真的跑下去 那廢棄的水井喝 有個水 有水 那讚 沒問題 喝不到 因為死了 怎麼會這麼嚴重 進去之後 那個早氣他們沒想到 首先進去的是一個 17歲的年輕人 一進去之後 意識整個就昏迷 昏下去了 裡面還有水 結果不幸就在裡面溺斃了 接著四個人進去 陸陸續續進了這個廢棄的水井 也一樣 那個早氣逼人 馬上讓這五個人 當場都中毒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那四個人 也跟前面第一個進去那 17歲青年一樣 也在裡面完全沒有意識 這四個人死亡了 他們只不過是為了要解渴 真的沒水可用 反而卻被毒死了 在印度現在水比黃金還珍貴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的華南 居然已經開始下大雨 而且淹大水了 但是說到這些水 如果是印度的民眾看到 那可是真的是看了只能羨慕 因為目前的印度不只是乾海 而且有一個高溫的狀況 溫度已經高達了51度了 你想想看 在51度這樣的溫度之下 第一個 人怎麼活 第二個 動物怎麼生存下去 而且不只生物 連Diamag 馬路上鋪的鋪油都受不了 然後整個都溶掉 而且上面畫的一些 交通號制 全部都變形 整個都不對了 那種波浪紋感覺都出來了 那想想看 如果連這一些Diamag 都受不了的話 那我們人在走的時候 黏到鞋子 黏到鞋底 那可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遮蔽 你男人才說鋪油都融化了 是 融化了你看 大家不要以為是什麼 油漆味乾Diamag剛鋪 沒有 是陽光曬到它進來的溫度 我會讓它高到整個融化